说刘邦恢复分封制其实是不贴切的 因为汉朝初年 刘邦实行的是分封与郡县并行的制度 下面这张图表达的就非常明确 深灰色部分是国 就是刘邦分封给宗室 功臣的诸侯国 白色部分是郡 就是皇帝直接管辖的区域 相当于是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 在名义上 诸侯国是要臣服于汉朝皇室的 但是诸侯王的权力非常大 有很高的独立性 这也给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那么汉朝为什么要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在秦朝之前的千百年时间中 中国始终都是实行分封制 或者与其类似的制度 尤其是周朝八百年间 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 而秦始皇非北特立独行 废除了这个让人有了思维定势的制度 创立了郡县制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 郡县制有非常多的优势 但不幸的是秦朝二世而亡 很多人就开始反思 强大的秦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呢 是因为没有诸侯王拱卫京师吗 项羽应该是这么想的 所以灭秦之后 他分封了十八路诸侯 初步因为他封的都是异姓诸侯王 恢复了周朝的分封制 刘邦称帝之后 为了保险起见 也局部实行分封制 他一共封了八个异姓王 又先后封了十个同姓王 可以说 刘邦的分封制就是给这些人量身定做的 这么多人结跟着他 长年出生入死 人家图的什么啊 如果不给他们猎土封疆 又靠什么稳住他们的心